一度被人說是內地飲食業巨子的蔡麒進 2014年離開了TPB之後就不想做生意 曾經都很風光的 有人爆料說他身家暴障 四年買兩層樓 但之後就好像不太順利了 之前開的米線店、火鍋店、美容院全部都倒閉 日前他就再宣佈計腳店都準備倒閉 不過他都還充滿正能量 打算轉型做直播帶貨和網商 有網民看完片之後就留言說想支持他的雞腳店 而蔡麒進就回覆他說準備倒閉 光顧廚窗吧兄弟